保溫杯 紙杯 各式餐盤 筷子餐具 甚至还有3D列印线材 你以为这是塑嘎做的吗 那就错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 地生量子纤维的工厂里面 我们看到旁边这里呢 就在进行原料变成原料力的过程 也就是整个倒立系统 采用的呢 完全是不靠任何一滴水 而且是干制工法 整个碳排量也比一般来说减少很多 宛如面条般一条又一条拉出 空气中还弥漫着烤饼干香气 你很难想象这些材料 竟是由竹纤维和淀粉等 调制而成的原料 经过最后裁切 筛剪等一系列过程 每个小时可产出 至少200公斤竹纤维原料 一个牙签厂 它一根竹子砍下来 60%它是要汇气的 40%才可以做成他们的主产品 像做筷子 做窗帘 做牙签 这类的都是一样 汇料一天比一天的多 所以他们反馈给我的 原材料的一个供应 这个设备的供应商的状况之下 我会替他们想办法 竹纤维再利用搭配干系工法 不浪费任何一滴水 碳足机更是和一般塑料相比 大幅减少 以常见的塑胶 PET PP PVC等相比 每公斤产出碳足机 约为2到3公斤 但竹纤维大约只有0.5公斤 换算下来碳排减少至少五成 更可以应用在各种产业商品 一卷卷3D线材 经过机器融融设定规格后 三两下制成公载图案 过去在市面上没有零塑3D线材 就算是PLA材质 由玉米淀粉等提炼而成 可以分解成工业堆肥 但是纯PLA材质 必须添加其他塑化物质 才能制成3D列印线材 其实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说 其实在生殖材料也好 纤维原料也好的 挑战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部分来说的话 都会添加一些其他塑性的东西 去做一些调配调和 那我们也是花了至少三年以上的时间 去调整淀粉应用的比例 才慢慢地把这些数据 把它呈兴出来 竹纤维制成3D列印线材 能在大自然环境中分解 但怎么磨合和应用是力声 还在挑战难题 一路从先前全家上市的 无数直纤杯销售一空 引发话题 还有竹纸吸管成本更高 但比纸吸管更环保 一分钟产出800支 甚至外销到日本和欧美国家 为了找出竹纤维关键技术 王振雄花费30年青春 如今直纤维技术 已经被世界看到 但台湾呢 台湾来看的话 我看不到有这些 政府各部位来努力 来帮助这些产业的一些发展 然后我呼吁政府能够 注送这个产业 使这个产业能够 跟国际上来做接轨 不然的话 我们眼脸插人家 插得太多太多了 原始是台湾的技术 我希望不要流入到其他国家去 我们把我们台湾建立好 我也很希望 能够把台湾建立成 一个知名的环保岛 不怕技术共享 王振雄要做的 是把直纤维产品普及 力拼打造台湾环保岛 更点醒台湾要重视的环境永续课题 TVS新闻李明辉张慧仙台湾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